各位老弟 看好了 嘿 啊 又失败了 看到这满地的小雪人了吗 每一个雪人就代表军阳我的一条命啊 这只是一小部分 现在知道为什么这几天我没有查视频了吧 因为我又在挑战超难地图了 到底是什么地图这么难呀 本期视频就给你们看一看吧 哈喽大家好 我是军阳兄 每当我做出这个动作 就代表接下来我要受尽折磨 上次一万血死亡保护被虐个半死 这次的地图只有一点血 而且还需要特殊道具才能通关 那就是小雪人 圣诞刚过 那么就给大家拜个早年吧 祝大家早生 那么就开始今天的挑战吧 这个小雪人说我们需要小雪人 然后扔到脚下跳起来 巴拉巴拉巴拉 跑个哭 还有你教 我是个老手 好像哪里不对 直接就跳到地磁场了 肯定是方法不对 我们按照他的方法 先把雪人扔到脚下 然后跳起来 还是不对 我仔细研究了一下 终于搞明白了 我们需要跳起来 然后跳出雪人 靠这个二段跳达到这个动态 你才拧得真是个人才 跳上来也就罢了 还是个第一次平台 这样怎么躲呀 但是功夫不负有心人 只要功夫神铁杵磨成针 我现在已经掌握了这一关的精髓 跳出雪人的时机要恰到好处 然后就可以跳到平台上最边缘 最后再躲一下第一次 嘿嘿 完成 就是这一套操作 重复五次就可以了 现在是最后一次啦 加油 奥利给 耶 成功啦 然后再骗一下第一次 嘿嘿 no no 每次每次都是最后一个失误呀 我好难受 看到这遍地的雪林了吧 我十五分钟死了也要几十次了 第一关都没有通过 这极大的打击了我 但是我挺不来了 给你们做个榜样 不要轻言放弃呀 我好兴奋呀 我终于过来了第一关 整整用了十五分钟 请问这不是憨批是什么 是DV196太丢人了 赶紧进入下一关吧 嗯 做相同的事 但是要用NEO5S跳 哇 只是一个NEO5S跳就很难了 还要加入雪人跳 干脆杀了我吧 咦 哦 居然过来了 我的NEO5S跳已经练得如火成青了 耶 哼哼哼 十分钟过后 我已经说过了 NEO5S跳我专门练过了 所以这一次用时比第一关少就过了 其实加入雪人跳之后还简单了点 跳出去之后再按出雪人跳 其实就相当于把一套NEO5S跳飞减成两部分 还有一段时间的滞空 我感觉是变简单了 大家可以试试 只是需要一段时间的适应 我马上就过关了 好紧张呀 最后一个千万不要搞我呀 军阳最强 耶 淡定淡定第二关还行 第三关是向上跳 嗯 向上跳 怎么跳 什么情况 哇 我看到了 更高级的跳法 我们来试一下 还是得需要NEO5S跳呀 完了 窗口这么小 现在有经验了 再次尝试 拿命来对经验 迟早是要过的 哎 进来了 里面有低刺 作者太凶狠了 他的图就突出一个字 狠 是个狠人 你们猜以前我们还玩过他哪张图 也是非常折磨人的一张图 OK 我的精彩失误极紧 大家就不要看了 省得辣眼睛 这次我们一定要跳过去 看看这些雪人就知道了 我到底有多惨 这个地方掌握了方法也还行 并不是特别的难 只要跳起来 然后跳出雪人就可以了 先要不要走过了 最好是圆地一起跳 你看 跳出雪人 OK 成功了 我跳了几个了呀 好像每一关都有五个 哎 又过来了 还有几个 没了 这是最后一个了 哇 我成功了 耶 第四关了 此时时间已经过去了半个小时 越来越顺利了 这一关是不要掉下去 什么意思 那我就掉下去看看 会发生什么 下面还有第四 确认过来 下面是死路 我知道了 我们要利用雪人 然后跳到对面的门里去 对面有个门 大家看到了没有 OK 咱们试一下 起 出 哇 我感觉好难呀 这个门 有可能吗 原来真的可以成功啊 我的天哪 这是什么神仙操作 但是第二个怎么跳 我已经崩溃了 这里我已经跳了一个小时了 还是过不去 你看 这些雪人就代表我尝试的次数 当然这只是第一个门 后面还有很多 现在我的游戏已经开始变卡了 到底有多少 大家可以猜一下 一会公布答案 我都很佩服我的毅力 只是这一关 我就跳了一个多小时 在死亡267次之后 我终于要打通第四关了 这一关感觉毫无技巧可言 完全是靠运气 你可以靠运气过一两个门 但是连续过五个门 想想有多困难 但是我军阳兄 今天就要过了 这是第四个门了 还有最后一个门 最后一个门 军阳最强 耶 哇 真的过了 我都不敢相信我过了 真能卡在这里一个小时呀 你看这些门 坐着简直是鬼才呀 我感觉我打不下去了 由于死亡次数太多 小雪人变地都是 现在已经开始卡了 这个小雪人都没有说 这一关的教程 让我们来观察一下 先变成雪人 反正每一关必须是雪人才行 哇 难道是一个心跳水利方 这要怎么跳呢 我看下面有第四 先下去看看吧 浪费一条命 看一下 哦 我知道了 啊 千军一发 要利用跳出雪人的弹跳 跳到这个平台上 哦 这边是一个N-E-O-S跳 很简单啦 我已经炉火纯青了 看我的 真羊最强 耶 过来了 这关有意思 组合关卡 下一关是什么折磨 第四 加速版 我明白了 要利用 哎 哎 什么情况 这里暗议跳出雪人失效了 我们要跳到加速版上才行 万万没有想到 刚才是我最接近加速版的一次 然后我在下落跳的这一小关 受尽了折磨呀 你们明白那种痛苦吗 就是那种 那种 想砸电脑的冲动 哇 终于过来了 这次绝对不会失手了 愿你们给我力量 Oligate 耶 成功了 加速版 这次一定要过去 刚才失效了 这次不能 耶 成功了 哇 好高啊 这 该不会又是一个下落跳吧 哇 祈祷 祈祷 不要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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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成功了 我看到存档板了 最后一跳 这是第一关的那种跳 起码对面没有第一次 应该不会失败吧 啊 啊 啊 耶 成功了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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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 这是不是你们喜闻乐见的军阳兄 但是不存在的 我才不会告诉你由于bug我又重开了一局呢 哦耶 终于进入了下一关 挑战爱好戏的柱子呀 还要利用雪人不好掌握距离呀 先试试 有点惊艳了掌握好距离就好 成功了 双腿打战好可怕呀 感觉这个距离又大了 耶 哦 哦 在经历了N4尝试 死亡N4之后 我终于摸清了所有柱子的距离及起跳时机 这个没法描述只能凭感觉 我终于来到了最后一个柱子 但是我也悲剧地发现 我的雪人没有了 为什么每次都是最后一步 我该怎么办 我该怎么办 好像雪人也无法自动恢复了 那我就直接跳了 生死有命 军阳子强 耶 居然成功了 拿到雪人的感觉真是太好了 OK 赶紧进入下一关吧 再多拿一个雪人真的是怕了 这关的话是躲避死亡光目 应该也是利用雪人的二段跳吧 看起来倒是挺简单的 但是我居然被减速了 好难受啊 先试试不用二段跳能不能躲过 居然躲过了 这应该是个bug 看起来很简单啊 我已经看到传锁门 门了 再来再来 这次我注意观察后面 来了来了来了 321 不 我还就不信了 只要死的够多 你就能感觉到背后发凉 就会不自觉地跳起来 给大家演示一下 大家说 他过来了没有 我感觉他过来了 我要跳 诶 诶 就像背后长的眼睛一样 是不是特别神奇 这能的就是第六感 这关是 哇 第一次长狼 看我视频的老弟 应该都很熟悉了 审判长狼竟然见到 但是我只有一滴血啊 你给我搞这个 你就不怕遭报应吗 哈哈开个玩笑了 主要是想突出这个 真的是很难啊 而且这个长狼像迷宫一样 七拐八拐的 不是吧 居然还有跳大坑 我居然还能跳过来 接下来该怎么办 前面如果还有大坑的话 但是我已经不是雪人了 这一关到底怎么过 难道在跳完大坑之后 紧接着再往自己脚底下 扔一个雪人 只能这么做了 我们试一下 诶成功了 诶成功了 虽然以死亡告终 但是证明这个方法是可行的 我们只需要多练习几次就可以了 关键时刻到了 起 扔雪人 耶成功了 只需要再跳一个大坑 这关就过了 最关键的时刻了 哇 我居然过了 我都不敢相信 我真的过了这一关 其实也没什么了 就是看上去下人而已 我们看看下一关还能玩出什么花样 哦原来是上一关的跳大坑呀 简单 好吧 其实掌握好节奏这一关真的不难 请看我的表演 终于通关了 我太难了 不管怎么样 大家喜欢的图我居然用绝对不会太眼 那么我们这张变态跑酷图就征服了 我们下一张再见 喜欢我的视频欢迎点赞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